每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慈激雪龙分会推动的环保日 2月19日多个环保站的慈激志工捧着木款箱 为土耳其抢振木款 慈激国际学校的学生把握当下 在环保典慕民众的爱心与善念 土耳其现在有面临很大的困难 他们需要很大的帮助 我相信每一个人小小的力量也会积少成多帮助到土耳其 每个人都很乐意去帮助土耳其 我感觉是个非常好的事 即使我能不能去帮助他们 我至少可以祝福和爱 民众反应热烈 每一分投进木款箱里的钱 都是土耳其债民重建家园的力量 我们可以做到的就尽量 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就一个意思 希望从到几国就忙到几国 美人的小小力量可以为灾民带来巨大的帮助和鼓励 街头点滴爱心汇聚还在持续 麦袋吉隆坡综合报导 是 健康 food 感谢观看